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们说很多关于佛法方面的知识 那么很多听众都非常喜欢学佛、学法 实际上我们学佛、学法最主要的是从根上学 什么学根呢?也就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一定要善良,这个人才能学得好 如果这个人的本性很恶,那么学佛、学法也学不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说佛法的深和广 就是它的深度和广度犹如大海 那么我们说,大家想想看,大海这个广度不得了 你到海边一看,哇,这么大 那么深度呢,你看呢,也是不得了 为什么?深度啊 这个海的深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来看到 那么深度和广度跟大海一样 也就是说佛法无边啊 这个海是没有边的 那么唯佛与佛 什么叫唯佛与佛呢? 就是唯有佛和佛之间的 那么方能彻其原底 就是说只有你是菩萨 只有你是一个佛菩萨 你才能知道它的原 就是根源的原,原底 就是只有学佛法的人 他才能知道佛法的深广 当你不学佛法的时候呢 你就不懂得它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 那么我们说九法界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宇宙当中 一般呢,分成十法界 那么九法界当中呢 那么虽然呢 有很多是圣人 也有很多呢,是凡人 有很多事情呢,做得很严厉 有很多事情呢,做得稀里糊涂的 那么每一个都不一样 我们在人间,比方说 有的人呢,一辈子觉得很聪明 一辈子觉得呢,自己呢,很愚笨 有的人呢,一辈子觉得自己呢,很傻 白活了 还有的人呢,经过头了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的人呢,有的人呢,觉得做得像圣人一样 但是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你试取的佛法中的一部分的能量而为之 也就是说,当你在学习佛法当中 你如果学佛学得不好 那你就是很愚昧 那如果你学得好一点呢 你就可能像圣人一样 可能很聪明 但是还是没有智慧 但是有些人呢,有智慧 但是是小聪明 小智慧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你 只不过是学到佛法的一点点 一部分 所以呢,大家要知道 你要真正的把佛法学到 你一定要正路 什么叫正路啊 你要相信它 你要投入到里面 你才能学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犹如我们说 像大象和蚊子 那么你说大象是一个动物非常大的 那么蚊虫呢,非常小的 但是呢,大家明白了吗 大象可以在海边喝点水 但是大象喝的多 而蚊虫呢,它有时候也要喝点水的 但是它同样呢 如果它们两个 一个这么大的动物和一个这么小的动物 都到海边的去喝水 你说谁喝的多 也就是说 你 大象和蚊 各得饱福而去 也就是说 人家大象可以一口 吸不知道多少的水 大家看见过大象洗澡吗 它就吸一口水之后 它一直像我们洗澡的淋浴的头一样 它可以往自己身上全个浇过来 很多水还不一定完全用得完 而小蚊虫呢 它吸一点点水 它就没了 就像小蚊虫吸一点点水一样 它也就是这么一点点 那么你必须 大象也好 蚊虫也好 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吸的多 一个吸的少 但是要记住 你能把大海的水全部吸光吗 你能理解大海 像知识性 那个智慧性的东西 你能全部吸取它的能量吗 除非你具足大海的能量 你才能把大海的水 能够真正的理解它 能够真正的理解它 去吸除它 否则你只可清尝其味 为亦穷远彻底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就说当你如果不能理解佛法的时候 你只能说哦 学佛很好 它可以帮助我 消灾解难 但是呢 怎么解法 难是怎么来的 你什么都不懂啊 你要知道它的穷源在哪里 穷就是穷人的穷 源呢 就是源头的源 大家要明白 我们学源头 要知道它的最根本的毛病 是什么地方来的 就像医生 我们中医讲的一样 要寻根 寻源 而治表没有用 要学会治本 一个人 如果不会治本的话 那你怎么治得了 就是表呢 比方说 你表面上是头痛 但是呢 你可以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头痛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是灵性方面来的 有鬼在你头上了 你又不知道 你就觉得去看病 做脑电波 做心电图 脑子吃了很多的药 吃安眠药 睡觉 就是还是头痛 想想 怎么回事啊 你能抓到这个根本吗 实际上你没有抓到根本 所以学佛做人 在于学到它根本的东西 所以你单单的 犹如象影大海一样 蚊虫影与水一样 他们各得饱腹而去 只不过你只是懂了一点点 台长这里跟大家讲的 也就是很多人 到我们东方台来磕头也是 跟台长预约了 见了面之后 陆台长好 我就是工作不好 陆台长你教教我吧 那么台长就教他念经 然后要讲道理 他道理不听 就知道念这个经 他工作可以找到了 当他工作找到之后 他把这个经又放下 他又不念了 你想想看 这个人工作能好多少天 大家想一想 这个人的工作能好多少天 也就是说 这个人能够维持多久 因为人生无常 我们在社会上 在人间 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长久的 都是不能彻底的 所以你如果不懂得 根本解决问题 你不知道你的工作 为什么找不到 你不知道你今生今世 为什么吃苦 你想想看 你能解决你这个吃苦的毛病吗 你能解决你 为什么工作没有的毛病吗 你能解决你跟孩子的感情 是怎么样能够把它搞好吗 所以啊 学博要钻进去 要学到生 知道它的根底 你要自己明明白白 完全了解它 而不就是尝一口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 大家明白了一个很深的道理 就是比方说 人家给我们端来一盆菜 我们觉得吃的怎么这么好吃 你知道它是怎么烧的吗 它是怎么烹饪的吗 它放多少油 放多少糖 放多少水 先炸 还是先放勾芡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它有一整套 活到什么的温度 它整个有一套东西了 你 如果就知道吃 就相当于你现在拿到了佛经 你就知道念 而你不知道它真实 你不知道它的知妙法 它的妙法 你不知道 你不懂得根基 你不懂得学佛的真正的原理和原因 你想想看 你能彻底了解它吗 你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有一个好处就是 佛法乃一切众生的心本具之法 也就是说 真正的佛法就在你的心里 真正的佛法就是你的本性 如果你能够了解你的本性 实际上你就了解了佛法 大家知道孔父子有一句话叫 人之初性本善 孔老父子讲的人之初 他并不是讲的 我们人baby的时候 小孩子刚生出来的之初 而讲到你本性开始到人间 开始转换了 投胎开始 也就是说 你自己的本性 最原始最原始最原始是好的 也就是实际上摩尼佛 他在菩提树下悟出的 人人皆具佛性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佛性 可能很多听众刚刚开始学佛 还不知道什么叫佛性 那么台长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实际上什么叫佛性 佛性就是你的本性 那么什么又叫本性呢 本性实际上就是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如果好的话 说明你的本性是很善良 如果你看见人家受伤了 你没有感觉 如果你敢杀人 你敢放火 那这个人已经没有良心了 那么你可以说他没有心吗 没有本性吗 他有 因为他的本性已经肮脏了 已经被世俗的污垢 所蒙蔽住了 所遮盖住了 所以已经看不到他的本性和良心了 犹如一颗珍珠 被外面的成沙所迷 所以他已经不能看见真正的珍珠的本性了 只能看见成沙而已 所以要众生心外 了无一法所争议 什么意思呢 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这个心要寻找他的本性 除了寻找本性 你在心之外 没有一个方法 可以增加你的益处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本性不好 良心不好 你做出来的事情 没有一个事情 他是能够有功德的 有敬意你的 就是帮助你 记录在案的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听到这里能不能有一点感觉啊 比方说 良心善的人 他做出很多事情 都得到人家的欢迎 和得到人家的爱护 当一个人良心本性很坏的人 他做出的事情 他就不能够得到人家的爱护和帮助 因为人家觉得 你是有目的才帮助我的 你是有道理才能跟我说这些话的 你所有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 你想想看 当你被人家认出 你不是出于良心本性 不是出于一种 很善良的心 来救度人家的时候 你想想看 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赞美 能不能得到人家的 说你的是一个出于一种慈悲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要以本性 众生之心和佛 要合在一起 那这样呢 你就不会生到外星了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 台长跟大家讲白话佛法 就是讲给大家听 比方说 你现在 做一个学佛的人 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能不能做得好 你先用自己的良心问问看 你甚至可以想一想 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 观世音菩萨如果做 他会怎么做 你的佛心 你的善良之心 就会出来了 你每做一件事情 你就想到了 观世音菩萨是很慈悲的 今天我要去到这个领导面区 去讲这个人不好 那么观世音菩萨 如果你是观世音菩萨 会不会这么做 你会原谅人家 虽然这人做了很多的坏事 你也不会去 到领导面前去告发他 你因为有善良之心 这样的话呢 就把你本性的良心出来 那么很多世俗的人 就会问台长 那么他在领导面前 讲我不好 我不去解释的话 那么领导以后会对我不好 那我怎么办呢 记住 这是两种所为 一种所为 他造了孽了 还有一种所为 是他来要在的 你现在的 那么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不到领导这里 去还击他的话 说不定 你不会有灾难 再继续发生 因为就算领导 对你有一些不好的话 时间长了 我们说乌云遮不住月亮 早点晚点 领导会看出你是个好人 你自己好好的做事 用不着讲 用不着解释的 有些人嘴巴讲得很好 做得不好 最后还是被很多的领导老板看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讲人家坏话 第一 你跟他的冤结 就此结束 因为他不会再来讲 你今天到领导面前 也去报复他 你也去跟他讲 你接下来等待着你 可能这个 讲你不好的人 会对你出于更多的报复 说不定 如果是文的 他会找更多的人到领导面前 想你不好 如果武的话 他说不定会利用其他人来弄你 大家想想看 你的反击 会促使你 跌路 声援 你会很后悔 所以我们做人 有时候跟人家斤斤计较 跟人家忌妒 跟人家烦恼 你的烦恼越来越多 越想不烦恼 把这个事情解决 为什么烦恼反而会生出越来越多 大家明白吗 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一个地方找火的时候 你如果不是拿一些灭火的装置来扑灭的火 你拿水去浇 如果是油找火 你把水浇到哪里 这个油溅到另外一个地方 继续烧起来 就跟我们学佛做人一样 你没有治本了 你不知道火是怎么起来的 你不知道油在火里起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跟今天这个人到领导面前 到老板面前去讲你不好 这个人在你的好朋友当中 讲你不好 他是什么目的 他是什么作用 然后你是不是做了这些 你是不是愿意跟他继续 做人当中 继续跟他两个人一直搞下去 实际上做人 有时候叫 此处无生 胜有生 你不讲话 我们中国人说 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 很多人说了话了 人家也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智者 一个很聪明的人 因为很多人 说话越多的人 他越以为自己是很聪明的人 所以他觉得叽叽呱呱讲了很多 实际上 你们大家想想看 在我们的公司里边 在我们的单位里边 在工厂里边 在家里 凡是话多的人 一般都被人家看不起 话越多 越暴露你身上的无知 话说的越多的人 他的知识越贫乏 真正有本事的人 真正肚子里有祸的人 我们讲 一半瓶子树 这个处才晃荡 半瓶子水 它才晃荡 因为你学了一点 这个水壶一晃 冰冰邦邦的 这个水啊都在晃的 而你真正满的水 你说它会晃吗 所以真正懂佛法的人 你们去看那些大居士 大和尚 他们讲话很少 他们坐在庙里 你跟他讲了很多 他最后讲四个字 阿弥陀佛 他对人间的一切 已经看得很穿了 他什么都看明白了 你说他还能说什么 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 起祸造业 是随夜受苦啊 为什么呢 我们是随着这些业 已经在受苦了 你跟老和尚 跟那些大智慧的人去说 哎呀 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 你想想看 他们心里比你们明白 你又在受苦的根源在造就了 你又在做阴了 你还是迷而未悟啊 所以你接下来 你的烦恼又来了 所以很多人不懂道理 以为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但是想想你的智慧能不能解决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 叫越描越黑 很多事情已经在老板 在领导 在你太太 在你先生身上已经这样了 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 最好就是忏悔 最好就是下次不要再去做 而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 非要做很多的解释 老板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老板 你不知道我这天怎么样怎么样 我因为怎么样 你想想看 你所做的怎么样 能是怎么样吗 因为你已经做错了 你已经不怎么样了 所以你能得到怎么样呢 想想吧 人要有智慧 智慧 那是藏住在心中的 而你经常万万放弃的人 他是没有智慧 看看 很多人的嘴巴 呱呱呱呱呱呱 整天说人家不好 你想想看 他这个人有智慧吗 整天说人家不好的人 他会具有智慧得相吗 一个人不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 他具有智慧得相 而经常讲人家的人 他的相不会有德 也不会长得很聪明的脸相 也就是说没有智慧得相 反而他被烦恼所盖付 就像云被把月亮 把太阳遮住一样 你是见不到光明 见不到光亮的